34號的李正昌 在第七局要上來投球 就是他本季第25場的出賽 可能進到池葉之後你會遇到的問題 沒錯 外車的滑球 我沒有吸引到東貞的出棒 三安打 看三次打三次 嗯 所以位置 還不錯耶 145 而且這個訴求是過往李正昌 他直球會走的軌跡喔 修正了一下 這一球被帶到左半邊 曾崇溫知道沒有機會 所以停下腳步 讓球在前方落地 他就是得點圈的時候 可能就沒有辦法讓 球速是李正昌 高宇杰絕對的領先 哎呀 放掉了一顆148的訴求 有夠準的進到了外角好球帶 陳進鋒總教練 只能無奈搖頭啊 哇這個球投得準 李正昌回來了 哇這個沒給 打得滿扎實的送到了中衛野的位置 因為正華還在向後退 來到了警戒區完成接殺 哇大白鋒可惜了 這一球有被他給咬中 對李正昌還蠻有心得的高國靈 場邊的球迷都希望李正昌能夠三針掉打者 哇高宇杰這顆球有稍微想幫忙啊 但是 九宮格來看有出去一點點 但149可以投在這個位置上面 太刁鑽了 這球有一點那個 深卡的那個球路啊 所以到最後尾進是有點進到 我球帶的 但是高國靈他敢放掉也很不簡單 哇再來一顆訴求150公里 小李飛刀回來了 李正昌用他剛猛的訴求三針掉的高國靈 化解了第七局的事分危機 謝мов志 架 一念 過 將 聲